德国动手在机场带走多名中国人 四年前的一幕上演 专家有话说 但也给中国提了个醒 各位好 欢迎来到赵特云光家室 近日接连有消息说 在德国慕尼黑机场 多名来自中国光伏的企业高管被带走 事情发生的很突然 他们在抵达慕尼黑机场后 突然就被当地穿着制服的人带走了 对此引起了外界的普遍热议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悉来自中国光伏的一行人 此次是来参加2023德国慕尼黑 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的 原本迎接他们的应该是欢迎一事 结果却遭到了另类的接待 德国相关部门人员首持一份名单 按照名单 依次带走中国光伏企业的相关从事人员 至于被带走的原因 有的说是涉及三角贸易以及签证问题 也有的说是违反了2019年前 欧盟的最低限价要求 总之目前德国官方 还没有给出确切的回应 但考虑到此次事件有些熟悉 不少人从其中也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四年前也有2019年 同样在德国慕尼黑 也是同样在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期间 多位中国的光伏企业高管 也曾被德国相关部门带走 当时其中被带走的一位高管 说是涉嫌参与了太阳能组建的商业走私 以及违法规避 2018年9月之前执行的 欧盟最低限价MIP 值得一提的是 2012年欧美相继发起了 专门针对中国光伏企业的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所以如果这次事件 与四年前的事是一样的 不管剧情还是目的 都如果一样的话 那么就不排除此次事件 或许与欧盟双反 有一定的关联 另外经过了解得知 这次被带走的不仅仅 只有中国光伏企业的高管 也有其他企业的高管 也是一下飞机就被德国方面的人 给带走了 所以至此要是这个事件 是2019年的余音 那么或许就是专家所说的那样 无需过度解读和担忧 可真的不需要担心吗 欧美为什么相继对中国光伏企业 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呢 说白了就是在故意针对 出于对中国光伏企业发展的忌惮 欧美想尽办法遏制打压 就在欧美相继发起 对光伏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四年 中欧光伏最低价格承诺协议MIP签订 根据该协议 各家公司都必须以高于最低进口限价的价格 对欧销售太阳能产品线下 如果德国方面之后给出的回应 真的是以涉嫌违反了欧盟的最低限价 要求带走了中国光伏企业的高管 那么很难不要人认为这是一个坑 德国是故意在对中国光伏企业下手 而且本来就是美国的忠实盟友 此番也相当于是在紧跟美国的步伐 对我国的一个挑衅 近日北约密集举行军事演习 而这场空中卫视2023联合军演 不仅有25个国家参加 而且参演的飞机和直升机也超过200架 士兵超过1万名 尽管是由美国主导 但演习的地点是在德国 如果像官方消息 美国举办演习的目的是在强化 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那么德国的机器在当下这个情况就显得非常刺眼 专家虽说不需要担忧 但也给中国提了个醒 面对德国等西方国家 中国还是不能太心软 万一是故意针对呢 德国反水的事也不少 总而言之 我国还是需要保持应该有的警惕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留下你的精彩评论 感谢观看